我真的不知道 你講得真好 這外國際紀錄會有那麼困難嗎 蔡先生 我跟你講 南媒體是說 示威遊行 和平理性 然後中國的媒體 完全不談這個事 只有我們當上國護賽 在這裡大家在逃亡 全世界沒有人知道 在越南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叫外交部長 不是開了一個記者會嗎 外交部長不是有開一個記者會嗎 他要講的是國際記者會 你要對國際計畫生 這是一個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開一個國際記者會 會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來 蔡先生 你看 聯合佈說上那個貼紙叫曲軌 你是在刮貴嗎 沒有效 我現在是要跟大家說 這不是主義媒體 這是聯合佈跟什麼 這是中國媒體 中國媒體說什麼 外交部貼紙負體嗎 台商罵大腦打除咒針 對 也是沒有效 所以你說我來自台灣 這個事情是沒有效的 我們不要講自由時報了 自由時報是說 笨蛋你應該貼的是 我不是中國人 對 沒錯 可是你另外說 哪有這麼說的 他就是說嘛 紅瑜 這個事情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時候就要告訴全世界 沒有錯 我們不是中國人 你要殺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現在 為什麼人家沒有去殺日本人 為什麼人家不去打新加坡人 為什麼人家不去打韓國人 就是因為人家認為台灣是中國人嘛 這件事情政府的因應 真的會影響後面 剛剛講我們現在擔心是後面 對整個東南亞區域的這個影響 所以第一個 國際記者會不能召開 是有中共的一個打壓嗎 不知道 我覺得很奇怪 有那麼困難 還有什麼步驟 再來第二個事情來講 要越南政府 馬上去保護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 甚至因為我們跟越南 有投資保障協定 後續要準備 我們有代表在那邊 代表有沒有 有沒有苦 我們在越南來講 他代表處是在 我們所謂大使是在河內 在南部是領事館 就是總理事館 就是陳伯秀 其實他們都想做事 他們也很努力在做事 可是我們現在整個 政府的行政系統裡面 你說的是桌頭馬車 還有喬委會 還有喬委會 全部都有 國科會 警政署 移民署 軍情局 國安局 喬委會 什麼單位 總統有 那不是一個小政府嗎 那是一個小政府 就是一個小政府 這樣還做不了事 但是因為 就是因為小政府人太多 政府 我個人的認為裡面 現在整個政府的 溝通跟協調能力 是幾乎等於零 然後上面有很多人 只是為了做官 因為我曾經參加一個 外國的國慶酒會 那我們因為有一個部長參加 所以人家又邀請他上去演講 因為我們要上去致辭 那我在下面 真的是我差一點突出來了 因為他上去演講是 公祝馬英九總統正公康泰 越南國英昌隆 那很奇怪 怎麼 怎麼人家國慶跟馬英九 總統正公康泰 國英昌隆有關係 你撲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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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 我不知道 這個算不撲不表態可以 我們為什麼變成這種情況 我剛剛講 為什麼絕對不是一個排法 因為這次韓國廠跟日本廠也有被砸 為什麼它被砸 因為裡面有路幹 裡面有路幹 所以我剛剛講第二個 排中 反中 其實這是一個反中 那他想走火了嘛 好 我們要對越南政府 要求這個賠償另外 另外來講 我們政府該做什麼事情 政府怎麼對這些受傷的 受害的這台商做一個經濟援助 政府怎麼去做 這是政府要去做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在做 有啦 現在說 他要聯合日本 韓國 新加坡 這些鄰近的國家 來共同求償 但是我懷疑 因為我們雖然跟越南 簽有投資保障協定 可是我也不太認為 那個東西越南會理你 沒錯 因為我很怕什麼 越南最後理的是北京 北京這次要加點點 不是 北京到最後說什麼 台灣是我的喔 台灣是中國人一部份 對 賠給北京 你所有的損失 來 你先跟我北京做交涉 交涉完之後我再拿給台灣 對啊 我看他正在國去玩 台塑那一天的 因為這個情形 就是台商從越南打電話回來 要我幫他趕快弄機會嘛 所以我昨天早上 因為一大堆氣質在找我 所以我就趕快打電話給 對 中華跟長榮 我就跟他們講 你們一定要趕快拍專機 因為今天來講加班機 不是專加班機 有沒有客人不重要 因為你們一回來 台商就安了 安了 好 那台商打電話給我 他說因為15號 昨天16 15 今天16 今天16 15 應該14號 15號 就合進那個場 被死了很多人 但那時候信息出來 是死了很多人 然後中國準備打越南 說消息傳出來 消息傳出來 那時候就謠言滿天飛壓 然後要把台南人當作人質 恐怖 那中國也在網路上發布 中國在廣西跟雲南 三級警戒 國防部長長萬全 當選手在雲南 說我們的邊防要做到銅牆鐵壁 到底是什麼意思 真的我們也搞不懂 誰要攻擊中國 沒有 因為 有時候那是一種宣誓 對啦 因為那時候緊張的時候 其實擦槍走我 兩國的戰爭都有時候都在擦槍走我 不是1989年的時候 那個黃禍那本三部曲 他就想說 全世界是誰要侵略中國 侵略這國家是有什麼好處 就沒有好處 所以他的那個軍事 完全是為了對內 根本不是要對外的 但是他要做宣誓 所以中國是不是有內政上的問題 包括在這裡習近平的這個 所謂打攤是不是 是不是能不能徹底 是不是受到一個反彈 所以你的意思是轉移 所以內部問題外部化的轉移 是不是有這些東西 因為就是一個 我很想常常講的一句話 因為我很少去中國 我大概十幾年沒有去中國 但是路線開始走 我很想在中國的大型會議裡面 跟中國官員講一句話 我說中國的經濟發展 台灣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 但是今天跟中國跟台灣的來往 為什麼讓台灣人感覺 中國要消滅台灣 這是你們的執政者 你們這樣 其實台灣人對中國沒有敵意 但是兩個的交往過程中 為什麼讓我們感覺 你要消滅台灣 這是你們要另外再思考 可是相對來講 今天中國對全世界的區域 這些援助以外 為什麼這些國家 那我問你 這個時候不是中國做統戰 最好的時機嗎 對啊 所以你看 我現在等一下 我們進一段廣告 對不對 休息一下 他確實做了統戰 其實都是 因為其實… 我綜合喔 我現在看到新聞 我先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台商這邊的頭難 其實大家都很怕憲 那個怕憲 他說有一個阿公 抱一個小孩 他說你去注意看 我的孫子要走的時候 和爺爺就不會負青 沒錯 你就知道說多倉房 他再來 一個說 我本來在一樓倉房 不然這樣 看到外面 逛逛逛之後 他們要米一日二樓 米一日二樓之後 他們就衝進廠房 衝進廠房之後他說 這樣也要不安全 結果米一日二樓 米一日 閣樓 閣樓 就是那個屋頂 跟下面跟兩之間的 那個三角形 這樣 好可知道 他們沒有發現 等到他們走的時候 他們才快逃亡 還有一個 他要快走 因為他衝完之後 還放火燒你就不會有了 對 再來有一個說 他 30秒的時間 讓他翻牆逃亡之後 他米這個手拿 米很久之後 他慢慢慢慢 跑去這個什麼 基長 等於基長他找不到基壁 等於照基長製造 他是比較安全的 有一個說 你注意看 我只看這個腳架子 我連行李都來不及拿 有一個說 今天最新的就是那個 後面老闆 對 他的弟弟 三弟 說他在哪裡 他躲在垃圾堆裡面 他哥哥跟他打電話的時候 他猖狂到不知道 口不擇言 已經不曉得要講什麼 有一個說 他們戴安全帽 把整個什麼 口罩都戴起來 然後呢 就告訴 就不要讓人家認出 你是個華人 這樣 但是說話的時候 都不要說 都不要說話 因為你講出來 就知道你講華語 我要講的是台商的煎黃 沒錯 以後會不會再發生 會啊 會 為什麼會發生 因為你還是被認為是中國人 對 沒錯 那那個剛剛講的 我們台商 其實最重要的 不是在打雜燒搶的那一天嗎 嗯 剛剛蔡董講到了嘛 你不專機跟撤僑 比較嚴重對不對 但你至少可以在第一時間 我說的是第一時間 我們的政府很奇怪 末梢神經齒緩症候群 說下去都要很久才會疼 在第一時間就應該要想到 趕快加派班機過去嘛 剛剛蔡董有講到 你不管有沒有人做 心先安下來 你如果心先安起來 那個 有一位逃出來的 不是把自己用口罩 用那個裝扮成越南人嘛 然後結果就在他的前面 另外一台車沒那麼 沒穿他那麼好運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的 台灣的幹部 也是要逃到機場對不對 他被人認出來了 馬上拖下來 就打了頭部血流 你要知道嘛 那我問我幾個最簡單的比喻 我們在立法院質詢的喔 官員怎麼回答 如果台商因為這樣逃到了機場 胡志明機場沒錢 沒錢怎麼辦 我們的官員要怎麼辦 有沒有 因為剛剛講 連鞋都來機場怎麼會有錢 你倉皇 有的是廟部兩個 連奶粉都來不及 我倉皇趕快逃回台灣 我只要命就好了 其他財產都不要 我逃到機場了 總是可以的吧對不對 還沒錢要先救嘛 外交部的回答是 你要找親友 先填竊節書 有什麼要填竊節書呢 他說因為呆帳太多 所以你沒有填竊節書 我沒辦法借你錢去買機票 我舉一件最好的例子就好 你說呆帳不是因為錢不夠嗎 郭冠英上班45天 以後月退領6萬 要領一輩子領2000多萬 這個時候我們台灣又有錢 你知道嗎 我舉這個最簡單的例子就好 現在是在逃命 我說得難聽了 我們要算給大家聽 因為外交部規定說 單程回來嘛你逃亡嘛 是290塊美金 你不要不可以 航空公司不可以漲價 好 290塊美金 假定逃回來 因為我們在外南 總共多少4萬人嘛 假定總共4萬人 這樣才多少錢 就算300好了 這樣才多少 這樣差不多100萬美金而已 是不是 4萬人 對不對 對啊 100萬美金也只有3千萬台幣 我們在倉庫之間 保護我們自己的人 花3千萬你花不了 我說得難聽了啦 我們五月剛好在報稅 所有的台灣的納稅人民眾 我們的同胞在那裡逃命回來 沒辦法 怕事沒辦法做什麼 你說你會跟他計較 這個3千萬嗎 你不會吧 我問你 你那時候你要去找 什麼親友給你刷一下 所以同一個 我講一個例子 大家就可以知道 這邊之前有一個新聞 我們是一個韓國 我們去韓國做一個孕婦有沒有 他也是嘛 他也是說他要借錢一樣 要他先借錢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